年輕的老闆 他駕著一台小小的餐車 以手工剁椒鮪魚醬 搭配蛋餅闖出了名號 在他的喬手之下呢 四種不同的辣椒 在口中蹦出了絕妙的滋味 再加上煎到爽脆的蛋餅 難怪有人說啊 他已經刷出了 酥皮蛋餅的新高度了 早上九點前一切得準備就緒 掛上招財貓 擺好招牌 這是上工前的儀式感 這台小巧玲瓏的一人餐車 只有少小的兩個座位 雖然只是簡單的社區型早餐攤車 但是味道可不簡單 哈囉 你叫做什麼 那我那個辣鮪魚 辣鮪魚蛋餅 在對面路過看到那個長車 很特別 然後就很過來看看是什麼店 在賣什麼 因為它鮪魚真的滿多的 它的蛋餅就是那種脆脆的 所以比較脆脆的 我個人比較喜歡吃這種的蛋餅 我覺得最大的特色就是辣鮪魚 我沒有吃過辣的鮪魚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驚豔 然後後來我介紹給朋友 他們也從事只點辣鮪魚 我們就是那種一吃就丟耶 辣鮪魚蛋餅好了喔 老闆獨創的剁椒辣鮪魚蛋餅 讓人一吃驚豔 還有美食部落客稱讚 這好吃程度已經刷新 新莊區酥皮蛋餅的新高度 如果以你吃過的蛋餅店來排名 這家排第幾 我們排第一吧 因為它咬下去有爆漿的感覺 很好吃 煎到金黃色的酥皮蛋餅內 包覆滿滿像是不用前似的 剁椒鮪魚醬 沾點特調的蒜味醬油 每一口都是滿足 但這剁椒鮪魚醬 可不是一般的剁椒鮪魚醬 刀工俐落 猶如行雲流水 看著切洋蔥的手勢 就知道一定有練過 接著得將洋蔥之意擠出 能擠多乾就擠多乾 畢竟洋蔥中的水分 會壞了其他食材的味道 洋蔥會出水 然後你沙拉醬跟水碰在一起 很容易會臭掉 把這些洋蔥丁 加到利過油的鮪魚罐頭中 撒點胡椒 鹽巴跟美乃滋拌勻 最搶眼的配角才要上場 剁椒這兩個字 顧名思義就是鮪魚罐頭中 一定要拌上辣椒 STONE用上四種椒 紅辣椒 青辣椒 墨西哥椒 跟朝天椒 各有各的獨特風味 其中最麻煩的就是 青辣椒跟紅辣椒都得去籽 再手工細切 把步驟拆解得一清二楚 STONE說他根本不怕人偷學 因為過程實在太費工 十多年前 當他從技職學校餐飲科畢業後 一度到澳洲打工度假 當時就當上了日本料理店的行政主廚 他回台灣後先在北投開店 研發出剁椒鮪魚醬 一鳴驚人 一直都是很好 劉洛茵是我們的常客 他每次來 他都是點那種辣鮪魚 然後加貝果 他就是貝果裡面包辣鮪魚 回台灣當老闆八年多 從最早的美食餐廳 到現在的餐車經營 已經換到第六個地點 有的是因為租約到期 但差點壓垮他的 就是疫情來襲 Coffee那時候進來 那時候朋友他們之間在討論 然後我就說先坐餐車好了 因為風險最小 因為你不可能說 我又再花個兩百萬 我再去跟你拚店面 疫情過了 但缺工問題浮現 他落腳新莊後 決定走出一條差異化的路 早餐的蛋餅有分兩種 一個叫水皮 台語叫水皮 就是那種粉漿蛋餅 另外一個是叫酥皮 那時候我們走一個 比較難走的一條路 酥皮會很難做嗎 它要時間 時間 溫度 然後跟餅皮的厚度 既然要做出差異化的早餐 酥皮蛋餅內包些什麼料 當然也有講究 把波羅克的皮蛋混合蒜味醬料 共同攪拌後 一股腦的跟蛋餅融合 起鍋前再加上肉鬆 撒點洋香菜葉 少見的皮蛋肉鬆蛋餅完美上桌 肉鬆皮蛋蛋餅 其他地方買不到 我自己是沒買到過 而且它口感特別 餅皮比較脆一點 然後再加上皮蛋本身 是我很喜歡吃 雙胞胎姐妹第一次光臨 點了皮蛋肉鬆蛋餅 跟軟髮雞腿排 拍照炫富的 已經是他們的日常 兩個人交換口味 交換心得 到底喜歡哪一樣呢 反而以為會很有違和感 但覺得 其實吃起來還滿搭的 那妳有分妹妹吃嗎 有 覺得怎麼樣 很好吃 以為只是 可能 皮蛋跟 肉鬆只能搭配豆腐 沒想到可以融合在蛋餅裡 我們很喜歡吃脆的蛋餅 而且脆的蛋餅不常見 吃到好吃的就會 想要自己吃 但是他也想吃 就會吵架 那妳們今天會搶哪一樣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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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收你一擺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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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問題 阿嬤 現在要走嗎 好 拜拜 我要取單喔 好 稍等我一下 餐台上夾著 滿滿的自取外帶訂單 訂的全是老闆的另一道拿手菜 它的口感咬下去先是一個酥 它的酥就是來自它的麵包 咬下去之後再來使它的肉 它會噴汁 它真的有噴汁 然後再來是起司的香味 跟麥當王在自己講 這個 我覺得這個好吃很多 跟在素食店常見的滿谷堡 細出同源 但是做法卻略有不同 江湖一點絕 說破不值錢 STONE的做法就是先烤再煎 原本烤過的餅皮 已經有一股焦香味 經過煎台洗禮 變得又酥又香 在飽皮上擠滿特調醬料 將薑蓉味融的起司片 搭上噗滋噗滋的牛肉 最後加上一顆荷包蛋 蛋香加上肉香 風風相連到天邊 所以等於就是煎過 然後沒有抹奶油之類的 有 它其實裡面有一點點奶油 可是沒有很多 你吃到那個奶油的香味 蛋香肉香 然後那個奶油的味道 我們沒有用到太多 就很簡單 對不對 但是口感其實很好 就是烤過再煎過的那個口感 但是外皮有一點點脆 但是又不會硬 然後吃起來 可是又很柔軟的感覺 好 謝謝 一人餐車就座落在 新莊復國路上 座位少少 沒有冷氣 但卻以最樸實無華的設備 做出驚為天然的美味